DX160 DX160一向都是我认为现今市面上最高性价比的DAP 能够和它困的是只有R5 但是如果R5和DX160会怎么选择 我就会问观众你的手指大还是小 因为R5的屏幕小一点 我试过按英文字就有点困难 除了这个之外 它们两个是打成平手的 因为它们的音色取向是非常接近 两个用的DAP都是一样 那今天有什么突发呢 就是DX160本身的颜色都很纷纷 银黑蓝红磨砂面 玻璃镜底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现在它突然间指出一批 只有一批 就是五夜绿色 什么叫五夜绿色 就是暗一点的绿色 暗一点的绿色 因为绿色不是那么容易弄的 如果混错了绿色出来很差 它这个五夜绿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幅图其实是挺漂亮的 但是是特别版 只是做一批 现在就接受预订 预订到多少部 它才送多少部来香港 现在预订十一月中发放 如果之前它的黑银蓝红 都竟然不适合你的口味 现在这只五夜绿色 配上金色 就是特别版 没有加价的 一样是那个价钱 2998而已 没有加价的 只做一批 如果你适合的话 就可以预订了 我怕有朋友不认识DX160 第一 你可以找回我之前的视频来看 第二 我现在很简单地读一读它的规定 用两颗的CS43198 两颗 接着5吋的1080p 日本的全屏 它的显示屏是挺漂亮的 那边很幼 接着有8核的CPU Android 8.1 有3.5和4.4的外出 两颗外出都是走完两颗DX 有2GB RAM 和32GB的内存 蓝牙5.0 MQA 和三种快叉的认证 如果叉足电可以行13个小时 驱动力是6.4个VRMS 另外也在留意中 Player的朋友 M15和M11 Pro SS 之前是断货 现在又有少量返货 我的商店也上了架 你不在我的商店买不要紧 街上也可能有少量 总之通知你之前断货 现在返货 如果你想买M15 M11 Pro SS 或者重点就是想预订DX160的五夜绿色 只有一批 你都可以在下面的link找到 OK M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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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